忘恩负义的狗 有一天,猎人带着这只蓝狗和别的狗去森林里打猎 蓝狗跑得太慢,跟不上去它的狗 所以,没过多久,它就落在后面,迷了路 它叫了好半天,也没有人答应它 太阳落山以后,天越来越黑 它又渴又饿又害怕,在森林里四处乱跑 忽然,它发现了一位隐士居住的小屋 它把水罐里隐士用来洗脚的水喝了 然后,爬到小屋下面睡着了 隐士从森林里回来,看见这只狗 觉得挺可怜,就喂它东西吃 狗就这样待了下来 它每天吃完就睡,睡醒就吃,过得很舒服 它把它的老主人忘得一干二净 过了一段日子,隐士想 这只狗一定是因为受苦受难才逃出来的 但是,这对我来说可不好 一个隐士召开着一条狗 人们会认为我是羊狗打猎呢 我该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隐士拿定了主意 它运用法力,把狗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金鹿 鹿在隐士的小屋附近吃草 跑起来像一阵风,能跑很远很远 它感到很骄傲 一天,鹿又在隐士的小屋附近吃草 正好一只大老虎从这儿经过 鹿一看见老虎,吓得不得了 拼命逃到隐士那儿去了 隐士又很可怜它 心想 我的金鹿太容易受到伤害了 我要运用法力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这样,它就能自慰了 这样,鹿就变成了一只老虎 这次它更高兴了 现在,它可以远离隐士的小屋去寻找食物 它还很为自己的力量而感到自豪 后来又有一天,它受到了一只狮子的攻击 就又逃回隐士的小屋 隐士很可怜它 隐士想 做老虎还不够 我要把它变成一只狮子 狮子是森林里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 这样,老虎又变成了狮子 这回它在森林里游来荡去 什么也不怕了 一天,它遇到了一只美丽的狮子姑娘 并且爱上了它 它彬彬有礼地和它说话 显得很迷人 狮子姑娘也爱上了它 可是,当它求婚的时候 狮子姑娘却拒绝了 它说 我不能答应嫁给你 我还有双亲 我是个孝顺的女儿 我生活中的重大决定 都要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 如果你真爱我 就跟我一起去见他们 告诉他们你要娶我 这样做最好 他非常爱她 就同意了 他俩去见狮子姑娘的父母 他告诉狮子姑娘的父母说 他爱他们的女儿 想要娶她 你现在不能娶我们的女儿 因为我们不了解你是谁 你的父母是谁 你的家庭怎么样 我们要去拜访你的朋友影视 详细了解你的情况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不会阻拦你的 你可以娶我们的女儿 狮子听了这话 非常着急 他想 影视是个正直的人 他不会说谎 狮子姑娘的父母 要是去找他的话 他一定会告诉他们真相 说我是从一只狗变来的 我可怕的秘密将被揭穿 我敢肯定 他的双亲 绝不会同意他嫁给我的 他心里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如果我先把影视杀了 他就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别人了 他跑回影视的小屋 影视看见狮子站立起来 张牙舞爪的 马上就明白他要干什么了 他自言自语的说 这只狮子背信弃义 恩将仇报 我曾经照料他 帮助他幸福的生活 我把他从狗变成鹿 从鹿变成老虎 又将老虎变成万兽之王狮子 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 他却要杀我 他对狮子说 我再也不可怜你了 你是个恩将仇报的家伙 便回到你开始的样子 变成狗吧 他运用法力 又把狮子变成了狗 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到万分惭愧 连看都不敢再看影视一眼 转身跑到了森林 自己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一群狼看见他 追了上来 把他撕成了碎片 这就是那只 忘恩负义的狗的下场